黑暗中的影子 等一下 可是会出现超级恐怖的场面 你们小心 不要被吓晕过去 在他那边还是这么恐怖 这有什么好害怕的吗 我们几个才不是什么胆小鬼 是不是 赛米 你怎么了 赛米 不会是吓闪了吧 谁 谁出我吓闪了 我只是发了会儿蛋而已 怎么了 怎么回事 休致 不要害怕 还有我麦克斯 我会保护你的 要相信我 好像是断电了 那是什么 跑到厨房那边去了 我们快点追 好的 快走 什么 怎么回事 这边什么都没有吗 在那边 谁动 停下来 快给我离开休致 不特赛米 接着 这算什么 休致由我来保护 路易尼 你到底在哪里做什么呀你 来呀 别让我抓到 路易尼给我站住 是紧急呼叫 赶紧回本部去吧 帕斯克与蝙蝠怪联手 正在欺负森林里的小动物们 蝙蝠怪会利用能量吸收光线吸取小动物身上的能量 不管他是蝙蝠还是蚊子 我们都一定会打败他的 蝙蝠怪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打败的 他会使用分身术分出假象来帮助自己进行战斗 那么他有没有什么弱点 当然有 在黑夜里蝙蝠怪虽然力量强大 但是只要等到日出时 他的力量就会减弱 只要利用这个弱点 在日出的时候抓住他 你们就能获得胜利 明白了吧 是 司令官 迷你特攻队变身 变身 最强 最强的战士 迷你特攻队 最强的战士 为坚定 分都有毛鲜 最强战士 迷你特攻队 你做得很好 果然是个靠谱的家伙呀 哪里哪里 很好 简直太棒了 你做得很好 接下来就辛苦你 看好这些家伙 没问题 帕斯科大人 那么让我来吸收你们的能量吧 住手 你们快点把小洞放了 不要再骚扰他们 凡人的迷你特攻队 你们一直出现 难道不累吗 帕斯科大人 您没必要亲自出马 让我来解决他们吧 可是这里的地方实在是太小了 我们得先把他引到外面去 这样就已经被吓得要逃跑了吗 给我停下来吧 那个家伙就交给我了 什么 是假象 怎么都长得一模一样啊 到底哪个是真身 这卑鄙的家伙 有本事就站出来跟我战斗啊 大家小心 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啊 蝙蝠怪 没用的家伙们 如果你们跟我联手 将会变得更强大 你们已经守护了人类和动物 这么长时间了 但结果呢 帕斯科 你不要开玩笑了 我们想要的是 人与动物之间 互信互助 和解有碍的世界 真是不知好歹的家伙们 蝙蝠怪 给我继续攻击 各位 我们用光之枪来应战 光之枪 准备 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吗 真可恶 必须找出真身攻击才行 赛米 您可以吗 那当然 好 露西 先替我们挡住那家伙的攻击 好 交给我吧 就是它 很好 现在开始反击了 万剑烟虎 变形 变形 颜阳剑 准备 准备 颜阳剑 准备 颜阳剑 发射 我的分身术竟然被破解了 快要日出了 没时间了 蝙蝠怪 让我来赐予你黑暗的力量 蝙蝠怪变大了 我们来召唤特工汽车吧 特工汽车 出动 出动 离开 太好了 你开始就出大招了吗 来吧 我们一起攻击 能量正在急剧流失 再一样下去 连一分钟都挺不住了 不行 绝对不能放弃 马上就要日出了 大家加油啊 不对 怎么这么快就日出了 太好了 那家伙的力量减弱了 就是现在 结束了 钢铁之翼 发射 太把力 长卫 迷你特工队 给我走着瞧